你打你的電話 打你的電話 電話幾個 那個遺失模式應該是 遺失模式那個 雨上我的手機把它開起來 一上公車 袁警就要被害人 撥打自己的手機 看看竊賊是不是在公車上 但狡猾的小偷 早就把手機關機 袁警靠著這一招 讓他現出原形 給我聽到聲音了 在哪裡 開啟手機警報功能 被害人的手機警鈴大作 東西拿出來 拿出來 在啥 證據擺在眼前 想裝傻 門都沒有 被帶下公車一盤查 腳上這雙紅色 市面上罕價 已經超過八千元的名牌球鞋 剛偷來 就把他套在腳上 趴趴走 而且偷來的背包 裡頭還有現金一萬多元 袁警會在公車上逮人 靠的是這個方法 原來被害人手機 有定位功能 袁警找來同款手機 發現定位訊號走走停停 巡線逮人 發現手機訊號 就顯示在公車上 把那個袋子拿走 拿走之後發現裡面有手機 跟一雙球鞋 他就把那雙球鞋換上 並且把那隻手機拿走 還有裡面的前沿取出 再將原來的袋子丟棄 原來竊賊早有竊到前科 沒得到教訊 這回趁人打籃球沒注意 就偷走背包 裡頭現金一萬多 還有名牌球鞋 被帶時儘管故作鎮定 但警方靠著手機定位系統 開啟警報聲響 才讓竊賊不得不認帳 記者林佳彥 賴筆箱 SNG小組高雄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 搶檔大戲 美好年代 MING PAO CANADA